在魏王府同卢志的谈话,像是会被人转告给魏王 他们想,兄妹打了许多的雅迷,也不怕对方听出什么 对这位恩公一语心里的感觉很是复杂 一开始是感激 在自己替他挡了一刀,对方又说出了两不相欠的话 他便渐渐把那份感激之情引去了 一人一刺,的确是互不相欠 尼玉在心底是不想同这人有过多牵扯的 可是前几日,又稀里糊涂地被他救了一次 再度欠起债来 他脑子清醒得很 不会因为被那人接二连三地救住便昏了头 那般冷清的人对他的态度的确不同 可他到底是堂堂四皇子 是有夺敌能力的魏王 在魏王府,他询问过卢志 得知在他失踪后,他并没有去求助魏王 反倒是对方自己找上来的 若说在靠山村,那次救助是绝对的意外 那这次对方深夜营救,便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了 到底那人是怀着怎样的目的,他半点也没有头绪 卢志大概是猜到了一些,但他既然没有告诉自己 那必定是还不确定 眼下也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这三番两次的遇险,已经让他想通了一些事情 有时候,逃避和退缩,反而会让自己更加地身处险境 活在这个世上,除非是那高高在上的帝王 又有哪个人能不受半点气的 饶是骄纵蛮横的高阳,在李太的面前照样跑不了好 可是这毕竟是个有法律约束的社会 特权再大,也是因人而异的 当日在高阳宴会上,公主可以当着众人的面 胡乱地给他定罪 可是反观现在,他不主动挑头 承阳公主和那楚小思再看不顺眼他 也只能是背地里教训 现在,书学院的两派人他已经全得罪了 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如此了 他就像一只钱袋子,朵朵藏藏 反而容易被人揪住机会摸了去 卢智不坐魏王府上的人,却入了文学馆 这是为什么?自然是想借着李太的事 虽不是长久之计 可到底他借此在国子尖里站稳了脚 魏王现下是对他态度不明,目的不清 只是他们兄妹依然不能退缩 既然躲不开算计 那便只有相互利用 一欲停笔 看着纸上依然就挺圆润的字体 却比起以往多了三分英气 顿时,他双目一亮 若说他的引体还有什么缺点 那便是过显得娇弱了 如今他心境已然变化 再写出来的字,却是有了这般突破 他将毛笔放置在笔架上 小心将这张字吹干收起 让陈曲漆茶摆了点心 看着窗外的一片绿竹 自尽国子尖起 便萦绕在心头的一丝迷茫 不知何时,已经全树散尽 敲门声响起 一欲侧头看去 就见陈曲把屋门打开 门外立着一个身穿牙白色长服的身影 小张,进来坐 他听卢志说 那日被李太救走带到魏王府后 杨小钊却被人送回了昆院 小易 小姑娘听见她的喊声 踩脚步有些轻快地走了进来 在桌案的另一侧坐下 你身体好些了吗 杨小钊坐下后便开口问道 那日,两人虽同样被关 状态都不怎么好 可她只是饿晕了 休息了一日便已大好 一欲笑着点了点头 已经好了 明日我给你上课 那天被关在小屋里 两人虽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 却不如白天这会儿看得真切 现下照面之后 各自都暗自赞叹了一声 他们相互询问了几句 开始有些拘谨的杨小钊 也逐渐地放开 小玉,你真厉害 竟然认识魏王殿下 一欲眼神一跳 算不得认识 只是我大哥在文学馆做文士 嗯,这个我知道 你大哥是太学馆的卢志 学评从来都顶好的 杨小钊点点头 而后墓中带了几分羡慕 卢公子一定很受殿下重视 他竟然还亲自来救你 你都不知道 这两日学里都传遍了 守卫王殿下 夜闯国子监 救了两个女学生 好多人都羡慕得紧呢 一欲脸色一焦 出声问道 传遍了 杨小钊不明所以地点点头 并没有注意到 一欲有些难看的脸色 继续道 是啊 你这几日没在 所以不知 既久知道咱们两个被关的事情 狠狠处罚了那楚小姐 还有我姐姐 我大娘因为知道是卫王 将咱们救出来的 所以这几日也没敢给我脸色看 他脸上带了些许的幸灾乐祸的表情 半点没有那日 在小屋时候的怯弱 一欲只顾着想事 一时并没有发现他这种变化 你是说 季九处罚了他们 嗯 好像是卢公子寻了证据 告到季九那里 然后 他们就被赤回家中撕过去了 要足一个月才能回学里呢 一欲有些哭笑不得 他这几日 倒是没有询问过那些人的下场 卢智自然也没主动地告诉他 他这大哥向来冷静 这会儿竟是做出了这种 同时扯出承阳公主 和长孙贤脸面的事情 那日 在卫王府 他是说过 让他放开手去做 但也没想到 他会使这种险奇 万兴 那季九是个明里之人 看着他脸上 有些怪异的表情 杨小钊 余带担心地问道 小玉 你怎么了 是身体还不舒服吗 一欲摇摇头 脸上带了苦笑 这么说 学里的人都知道 是卫王救了咱们两个 卫王来上这么一出 加上卢智的举动 能不让人知道 才算有鬼了 杨小钊点点头 面上带了感激 语气诚恳地对一欲说 小玉 自我爹爹去世后 大姐和二哥 便肆无忌惮地捉弄我 我是被欺负惯了 那天 只当是他们 会像往常那样 放我出去 没想到 这次 真是要多谢你了 一月暗叹一声 看着杨小钊认真的小脸 不知该如何回答 难道要告诉他 这种事情被人知道 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吗 你也不用谢我 若不是我同你关在一起 想来你大姐他们 还是会放你出去的 小张 你 你日后小心一些吧 两人虽是共患难过 但到底彼此间还是陌生人 一月也没有随便 对人掏心掏肺的习惯 他尚且自顾不暇 又哪里有功夫 去操心别人呢 话已至此 点到为止 杨小钊听完他的话 神色却没什么变化 照常是一副微笑的模样 甚至还劝他 小心什么 小玉 你别害怕 现在学里多知道 咱们是魏王殿下救出来的人 谁还敢再为难咱们 一遇眼神一晃 并未再接他的话 伸手倒了杯茶 放到他的面前 指着桌上的几叠点心道 我大概中午戴的点心不错 你也尝尝 杨小钊走后 一月也没了心情在赏烛 让陈曲把桌子收拾了 自己脱去外衣和鞋子 躺在床上 睁着眼睛开始出神 卢智这么一闹 承阳公主和长孙贤 怕是会更气恼他 这学里的人 就算嘴上不说 可是心里都已经清楚 他是把这两边的人 都得罪透了 这么一想 其实闹大也不是件坏事 至少他再出什么事 矛头就会指向那两方 相对来说 他反倒是安全了 这学里的势力杂乱 万一有同承阳公主 和长孙贤不对牌的 也可能借着他 也可能借着他 来陷害那俩人 只是现在他身上 暂时护了一层 叫做魏王的铠甲 短期内 是不会有人来寻他麻烦的 所以说 这层盔甲 虽然将他推到了众人之前 但确实是力大于弊的 卢智明年便可以参加科举 皇帝向来惜财 凭着卢智的才华 若是得到了他的注意 两兄妹大可以活得更自在些 而现在 他是得好好想想 怎么借着魏王的事 去增加自己的自保能力了 清晨的露气 从敞开的窗子 飘入了室内 一遇坐在庄台前 让陈曲给他梳头 急腰的黑色长发 慢慢地被挽起 用发绳扎牢后 再插上一根玉簪 额前细发 依然是半遮着眉 不细看他五官的话 便会觉得 很是秀气 十二岁的金钗之年 他虽模样生得偏翘一些 但比寻常的少女 多上了一分宁静之气 微翘的眼伤 难免让那双沉淀了 不知名情绪的眼睛 平添了两分 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利色 若是垂下眼瞼 脸又显得有些顺从 细看之下 这张脸虽然精致 却难免让人看不出真切来 吃完了早饭 一遇和前去甘胃居 送碗碟的陈曲 一起出门 路上偶遇一两个 穿着墨灰长服偷瞄他们的学生 他都不动声色地看在眼里 快看 那个就是卢志的妹妹 就是魏王殿下 半夜闯进学里救下的那个学生 就是他呀 不理会这一路上 不断地窃窃私语声 一遇在红文路口 看着等候他的卢志 虽然到书学院那段路并不长 但他还是习惯 送他到书学院的门口 再折回太学院去 昨晚休息得可好 一跃恩了一声 扭头看着比自己高出一个头的卢志 心中很是平静 他并没有询问他 有关楚小司纪人 被处罚的事情 一开始 不管是卢志提出 让他不骄不恶 还是他对程阳和长孙贤两方 过于悲屈的态度 全是存着委屈求全的想法 可现在 闹到这地步 他再那般委屈自己 也是多余 国子监里 又不是只有这两派人 在魏王府中 他虽不能明摆着告诉卢志 现在势头大热的三方 日后都没什么好下场 却也提醒了卢志 皇上现在正直壮年 楚位 日后怕是有诸多的变故 不论加入到哪一方去 都有危险 最后成败 还是要看皇上的意思 好了 你进去吧 下学我就在院外等你 早些出来 看着卢志走远 一遇才转身进了学院 这会儿时间不早不晚的 院中占了不少低声闲聊的学生 有的看见他进来 忙拉了身旁的人 偷偷指指他 然后再窃窃私语一阵 一语目不斜视地 朝丙辰校舍走去 快到门口时候 呼听有人在后面喊了一声 卢小姐 他扭头看见一个有些面生 却一时叫不上名字的男同学 似是同在丙辰校舍念书的 卢小姐 听说你身体不适 所以这几日都没来学理 线下可是大好了 那人两步走到一遇跟前 一脸关心地问道 一遇脸上带了些客气的笑容 已经好了 多谢 心里却觉得 这人有些自来熟 如此甚好 对了 这几日先生布置的课业 你怕是不知吧 等到下学了 我与你讲讲可好 一遇略一迟疑 处了承阳公主 这种主动的示好行为 倒是她来学之后 头一次见到 只是 这人却是她不认识的 可是没等她拒绝 对方便又自顾说道 那就说定了 下学后咱们再说 而后就越过她 进了教舍 一遇在原地停了一会儿 琢磨着对方这种行为背后的含义 长孙贤虽没明摆着 对她表现出恶感 可楚小思的行为 不少人都是看在眼里的 她难道就不怕长孙小姐不悦吗 案子摇头后 一遇迈步也进了教舍 只是刚一进门 便觉察到了不对之处 倒不是看见她桌案上笔墨指焰 都已经回到了原位 而是在座的学生 见到她进来 向她投来的目光 都带有一些友好的笑意 友好 一遇微微醋眉 下意识地朝长孙贤的座位上看去 只是这一眼 却让她怀疑自己眼睛出了毛病 那位端坐在位置上看书的长孙大小姐 自是觉察到她的视线 两人目光相对 她竟然对自己点了点头 还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 一遇眨眨眼睛 若是不知道前几日 自己被关事情的背后 有长孙贤的暗手 怕是这会儿见了她的笑容 会觉得受宠若惊吧 压下心里的不舒服 她镇定地回了一个点头里 对方才又买手继续看书 之后的一堂课里 一遇一直有些云里雾里的 好在被先生点名讲解剧断的时候 没出什么岔子 等到下了学 她还是想不透 这一个班上的学生 究竟是吃错了什么药 别人也就罢了 长孙贤却是大大的不对劲 她一边收拾桌案 一边暗自猜测 余光却见着从后面走来一道人影 在她的身边停下 卢姑娘 有些清冷的声音 她抬头看见长孙贤 哪张漂亮又略带些冷淡的脸蛋 将手中的书本放下 站起身来 张孙小姐 一遇仔细看着她的表情 想着对方是否会提到除小思的事情 张孙贤淡淡一笑 几日后木休 耳容失色 有次茶会 卢姑娘 可风上光 见她并没有提及除小思 反倒是莫名其妙地 邀请她去什么茶会 一遇脸上 虽然表情正常 心中 却在飞快地分析着现在的情况 张孙贤 见她没有立刻答复 也不生气 反倒从袖口里 掏出一只 两指宽窄的黄木牌 来递给她 茶会就办在我家花园 卢小姐若是愿来 深时拿了这牌子到尚书府 一遇默默地接过小木牌 张孙贤便转身离开了教舍 她走后 一遇才低头看了手中的东西 周边是精致的雕纹 牌子中心有两个朱漆小字 耳容 卢小姐 又一声叫唤 把一遇换回神来 看着对面正朝自己走来的男学生 就是早上莫名其妙喊住她 要给她交代课业的 一遇有些尴尬 她是真不知道这人叫什么名字 只能礼貌地点点头 然后 这人就从随身的书袋里 掏出了一本薄薄的册子 递给她 这是最近先生布置的课业 都是过两天要教的 你回去看看 若有什么不懂 等到下午可以来问我 多谢 不管这人是什么目的 她并没有拒绝 而是接过那册子 正经地放进了自己的书袋里 之后 两人便一路出了教舍 走到书学院门口 见着卢智 那男学生先是一愣 而后分别对兄妹俩告别 后一个人快步朝远处走去 大哥 一遇看着卢智站着不动 直盯着那个男学生的背影 伸手扯了扯她的衣袖 卢智收回视线 扭头对一遇道 你怎么和她一道出来 一遇有些无奈地 把早上的事情对卢智讲了 最后还问她 你认识她 卢智眉头一挑 并不答她 她你是不认识 不过她的兄长 你肯定认识 说完便带着一遇朝甘位居走去 她兄长 尼玉跟着她一同朝前走了几步 不大会儿便有些迟疑地问道 是 杜先生 说来 那人的面容倒是同杜若瑾有几分相似 卢智点点头 正是 那人是杜府的二公子 名叫杜和 是杜大人平期所出 虽不若杜先生在学里来得有名 也是个文采颇高之人 是杜大人平期所出现的